針對30家保險公司 那另外包含帳號密碼 其實是我們看到一個最顯著的差別 受產險業者的資訊安全 兩年來有些項目改善 有些項目倒退 資安業者針對台灣保險業 發布資安曝險調查報告 金融保險業 他們的資安風險是最直接的 那因為金融保險業 直接擁有許多客戶的個人資料 交易的資料 甚至健康的歷程 然後甚至所有財產 所得信用卡等等的敏感資料 金融業雲端供應商 成為潛在的攻擊目標 性形態保險銷售模式 可在官網上銷售 若資安出現漏洞 廣大保護可能成為受災戶 去攻擊保險業者 我可以直接得到大量的 通訊資料 個人資料 那我可以直接用於詐騙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他一旦駭客完成攻擊 他掉出去的個資不是一筆兩筆 絕對都是數萬筆 數十萬筆有效個資 對 那所以他的防禦 是必須做到滴水不漏的 資安公司幫保險業者把關 避免保險公司成為 駭客攻擊民眾的管道 而其他方面 保險公司也面臨到 另一項風險 就是保險詐騙 之前就發生過一名獸醫製造假車禍 獲得兩家保險公司 理賠850萬元 因為疑點重重遭保險公司 搜證報警 獸醫被一詐欺罪送辦 新市局警方統計 近三年來保險詐欺案件 2021年40件 2022年47件 2023年37件 三年共124件 破獲率達9成 平均每一件 他們的財存金額 大概是2000多萬 其實大概88到9成的案件 都是由保險公司 他們自發信 他們會去做一些檢核 或者是蒐集相關的資料 然後來給我們 當作一個偵查的一個發動 然後我們依據相關的資料 其實會發現說 其實醫生可能跟黃牛之間 或者是保護之間 是有所關聯的 保險詐欺事件 手法多元 近期又以假陽性快篩 假癱瘓失能 假車禍為大宗 其實每一種保險的標的 它都可以是一個 詐欺的一個目標 那它也會與時俱進 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這因為疫情的高發 非常多保險公司 因為防疫保單的案件 然後造成他們的 這個損失非常的巨大 那我們也查出 有許多不肖的人士 透過這個假的檢體 或者是在網路上購買他人的檢體 然後來申請理賠的狀況 第一線的保險業主管觀察 疫情後國外旅遊大爆發 甚至也有人挑旅遊相關產險下手 炸保集團會把民眾帶到國外 然後旅遊的名義招待他旅遊 但是呢會開假的醫療證明 那他回國一樣可以申請健保的 和退碼跟保險金的申請 然後第二種是之前有 那種比較大象核心事件嘛 就其實我們保險理賠對於剖腹產的定義是必須要是必要性 比如說產成遲滯啊或胎位不正等等 那很多孕婦可能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一樣請醫生開立必要性的剖腹產證明 這個比較常見 那第三種可能過去比較常發生啦 有些人他可能是買了醫療險或意外險 然後製造故意行為 讓自己發生事情 或是幫小孩買幫家人買 製造假意外 炸保案件仿不勝防 業者通常會義務告知客戶切勿以身事發 首先第一個是你不要把你的健保卡借給別人 因為發生什麼事情你會不知道 那第二種就是你真的要把保險當作是你發生事情的理賠 而不是想用他來賺錢 所以一定要避免你要假住院假就醫 甚至你要請醫生開不實的診斷證明 這都會讓自己有被上刑法的責任 那甚至有些醫師跟業務員嘛 明知客戶的狀況不是實際情況 但是他還是選擇在文書上不實告知 那還會觸犯刑法215條 就是行使業務之人有不實登載罪 炸保觸犯刑法339條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法所得也將被討回 為了貪圖不屬於自己的錢財 挺而走險實在得不償失 TVBS新聞張志明文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